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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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闺09关注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社交注 请 Elliot 小 dart 首先欢迎第一棒挑战者 赢的女舞师 hydrad 好久不見 十五歲的時候 有一天他在他的一個腰部的地方 長了綠過性病毒 可是小孩子晚上就抓 結果就有老人家就說 你這樣不行 這種東西要有批抓 破皮會圍一圈的時候 你人就會死掉了 他們就決定 帶小孩到大醫院去 結果他們一進了醫院 去做急診的一個當中 那個小女生躺在床上的時候 開始呼吸急促 媽媽就趕快叫醫生 醫生一來就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子 剛剛不是還好好的 只是來做一下 免疫系統的檢查 結果醫生就給他做 肺部的一個聽診檢查 就覺得不對勁 馬上送進去 醫生說這樣不對勁 因為那個小孩子的一個 肺的一個功能 越來越低... 就在他們晚上 在等病房的一個當下 忽然之間 那個小女生不太能呼吸 然後醫生就緊急的 把他推入急診病房 再做一次的檢查之後 直接送完家戶病房去了 因為當晚他剩下的一個肺功能 只剩下四分... 四分之三了 可是在家戶病房來講 是必須有時間限制的 所以呢 媽媽就沒有辦法 就只好先回家 隔一天再去 結果就在隔天的早上 他們家六點多電話就響了 醫生就說 請家屬趕快過來 因為小孩的狀況不對 所以我們可能要 先做一個緊急的處理 先打了一針 免疫球蛋白試試看 讓他看自己的那種 免疫系統給我們辦法提升 我們再慢慢來檢查 看到底是哪個關節出了問題 打了那免疫球蛋白之後 他們到下午去看 小孩 情況也沒有更好 到了晚上八點多 又進去看的 第三次的一個當中 醫生說不太對勁了 這個小孩這樣子 我們只能靜觀其變 你們要做好心理準備 在有一天 一個晚上 醫院又電話來了 當下他媽媽就驚慌地哭了起來 就帶著姐姐趕快去 七點多一進到醫院 醫生說不對 今天整個狀況急轉直下 他的肺功能可能 剩下四分之一都不到了 那我們已經做了 最壞的一個打算 所以當天他又打了一針 那個免疫球蛋白 打完之後 小孩的狀況就 也不好 也不壞 可是 探病的時間到了 所以媽媽就哭著 跟姐姐一起走到醫院外面 在樓梯間 碰到他們家的姨媽 媽媽就哭哭啼啼的 告訴了他妹妹這件事 結果姨媽其實 聽完之後 只是淡淡的講說 哎呀 她就叫姐姐拿筆出來寫 她說我教妳一個咒語 妳就站在她面前 每天一直唸... 那刷掉 這樣是有用的 她就教她唸 南妙好雷曲 因為很難記 所以姐姐還拚了半天 南妙好雷曲 所以姐姐就把那個咒語 寫起來放在口袋裡面 就放在口袋之後 其實他們就回家了 到晚上最後一次 探病時間的時候 他們又進去了醫院 就準備再看看自己的妹妹 或者是給她講講話這樣子 當她一進去醫院的一個當下 她就看到她妹妹那邊 好多人在進進出出... 然後她跟她媽媽就很緊張 趕快跑過去 但是護理人員就說 你們家屬先在旁邊等一下 她說因為剛剛心臟停止跳動 所以我們現在在急救她 那現在救起來了... 所以你們等一下 結果就在他們救起來之後 開始在收儀器 準備要把儀器推走的一個當中 嗶...又開始叫了 所以趕快所有的人又進去 又開始做急救的一個動作 但是就在這樣一團混亂的儀缸當中 妹妹對床的 對面的這個 家戶病房的一個病患 有一個家屬就說 醫生啊 那個在病床旁邊那個女生 你叫她走開 會不會是她那邊 弄到什麼儀器 你叫她走開 你沒有看到那邊有一個人嗎 結果醫生就轉過去看看 那個家屬 又轉過去看看 但是那醫生沒有講什麼話 就說好 我在忙 沒關係 你們不要吵 不要慌亂 她就繼續做她的一個處理 那當然很好運的是 後來妹妹有急救回來了 那醫生其實這個時候 她也沒有講什麼 就叫了另外一位護士過來 就說 把這一床的小妹妹 換床 換到別床去 把整個床都換掉 換到別床去 那媽媽當然覺得很莫名其妙 為什麼我要忽然被換床 妳是不是有什麼事瞞著我 因為以媽媽來講她是敏感的 結果她就跟著醫生後面去 然後醫生就找了一個 護理長過來 然後就請護理長去問 去查 結果是 當妹妹那一天急診 要上來加護病房的時候 她那一個床位 有一個是肺衰竭 死亡的一個女生 但是其實這在醫院裡面沒有什麼 可是在她們的自己 這間醫院裡面 她們有一個習俗就是 如果有人走了 她必須要把整個床翻面 要翻床 那這是她們自己 給自己訂的一個習俗 但是那一天 早上來的是幾個實習的護士 她問下來 就是沒有做了這件事 就在她們換到 另外一床的一個當下 那姐姐就來看妹妹 然後就摸摸她的口袋 就記得她有這個咒語 就拿起來 就開始在她旁邊唸 Nam moho le cuo Nam moho le cuo 她就這樣唸了幾句 媽媽就剛好在幫妹妹 擦澡的翻身的一個當中 她就發現妹妹整個眼皮 就一直的在抖動 一直的在抖動 然後她就繼續唸 結果到後來是 整個妹妹就開始一直發抖 那一直發抖的一個當中 當然因為她身上很多的儀器 就開始嗶嗶叫 那醫生跟護士全部就又來了 就在她們忙完之後 又穩定下來了 然後我的朋友 她們就回家去了 回家去了隔天 她們又到醫院去 可是去的時候 照顧妹妹的這個護理小姐 就說妹妹昨天晚上 有清醒過來了 而且妹妹的狀況還不錯 今天看起來比之前好很多很多 那我朋友她就很開心 然後她就繼續覺得說 那個咒語一定是有用的 然後媽媽也說 那妳趕快繼續唸... 所以我的朋友就是 那一兩天在她旁邊 只要妹妹不管是睡著或清醒 她就一直在旁邊 幫她唸那個咒語 玄就玄在 唸沒兩天 她的妹妹就可以轉到 普通病房了 結果就在她們轉到 普通病房之後 情況一天比一天的一個好轉 就在有一天下午 她們已經隔天 就要辦出院的一個時候 她們還在聊天 因為病床 旁邊不是都有一個 家屬的一個椅子嗎 那我那個朋友就坐在那邊 跟妹妹聊天 結果 那個妹妹就一直跟她講說 姐姐妳過來我的床上坐 結果我那朋友就說 不用啊 我坐這邊就好了 床泥躺比較舒服 結果她說 姐姐妳來 妳不要在那邊妳來 妳過來 結果她就硬是把姐姐叫過來 後來姐姐過來 坐在她旁邊之後 她就說妳幹嘛 一定要坐在這邊 妳要幹什麼 結果那個妹妹 就直接跟姐姐講說 妳的後面 旁邊的後面那邊 坐了一個女生 而且妳只要一過來 她們就馬上坐在妳的位置上 就去補妳那個位置 我也不認識她 她為什麼要一直跟著妳 後來我那個朋友也嚇到 然後最重要是我那個朋友 再也不敢去坐那張床 那個椅子 隔天去也不敢去坐那個椅子 到她們全部的人 都晚上輪流的陪妹妹 到隔天出院回家 後來她們輾轉探廳 跟護理長有私下聯絡 她後來又去問了一個護理長 護理長說 因為她們是不相信這種事情 但是她們也覺得 很有可能就是沒有翻床 本來往生的那個人 回來跟你搶床睡 所以有些習俗 有些醫院該遵守的法則 我們還是要好好的遵守 要不然很多的事情 是來不及就走了 我說完了 愛的女武士 很壯 但是很優雅 所以感覺很優雅 這個故事前段 一開始聽感覺是 好像是個醫療的故事 可是到中間的時候 劇情開始急轉直向 但是聽到後面 就是這有點像 不太像鬼故事 有點就是一個懸疑的故事 恐怖度有一點不足 但是很懸疑是這樣而已 對不對 那這個故事呢 我覺得就像剛剛 康哥講的 其實你的故事 有緊張沒有恐怖 對 最後我們發現 原來這個鬼故事 就是在翻床這件事 那如果是這個梗 是翻床的話 你應該把這個翻床的事情 留在最後才說 而不是前面 醫生就已經講了翻床 最後她的姐姐來 又說她坐在那個床上 說她後面有個女生 原來也是翻床 那你應該把這恐怖的情節 都一起先說完 你先要製造這個懸疑的氣氛 到最後才來告訴大家 這個答案是什麼 這個故事才會有恐怖的感覺 我覺得剛剛馬姐 講對一點就是說 其實你破梗得有點早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 我們通常在講 我們真實在生活中 發生的恐怖的事情的時候 你很容易陷入 那個真實的情境裡面 而忽略她 表述故事性的部分 你其實大概在一半的時候 就已經先冒出來說 有一個小妹妹 她看到床邊 你叫那個女生走開 其實這個時候呢 你如果這個時候 出來這個梗 你後面一定要比這個更恐怖 否則你等於提早告訴人家說 我這個鬼 大概是什麼狀況 那大概什麼狀況 跟你後來的預期 它的落差不大的時候 這恐怖 這個鬼物質就弱了 所以你的懸疑性有了 但我覺得就後段的編排 如果稍微重新整理過的話 其實這鬼物質是 是會恐怖的 對 是會恐怖的 好 來 請回座 謝謝 好 讓我們歡迎 魅惑貓女 還有一個 你沒看到 我有一道具 大唐三藏法師 很故意 因為我朋友在前幾年 準備要打算結婚了 因為小孩子有了 準備結婚之前 他們希望說 能夠有一個自己的家 但他們希望說是自己蓋的 後來他們看到一個地 所以一整片草原 但是沒有什麼整理 後來他們就去找地主 所以地主說 好 看你們要買多大 我先幫你們整理出來一塊 然後他們這樣整理完之後 他們去看 整理起來其實感覺 那個地方還不錯 而且也算非常輕油 所以於是他們把那個地板下來了 後來也找了工班 把那邊要把它蓋起來 可是在他這個監工 在施工的過程 他去監工的時候 他就發現到 奇怪 每次去看這些工人 都不太一樣 就都不是原來那個 好像就是他們來做了 可能做個一兩天 隔天約換了一個人來 他說奇怪 工人怎麼會一直換來換去的 好不容易 終於把這房子蓋好了 然後也如期地交屋了 就找了一個這個 黃道集日 然後辦一處 因為很興奮 新房子這個交屋 帶朋友來參觀 很開心 然後小朋友 他們就讓他們在客廳玩 然後就帶大人 到處去參觀他們這個房子 就突然聽到有個小朋友 姐姐 不要啦 姐姐 不要 不要 弟弟莫名地對空氣說話 大喊 不要 不要 這是怎麼回事 你不要 你不要過來 你不要過來 討厭 走開 走開 他們覺得很奇怪 那邊都是小男生 然後沒有看到女生 之後那小孩子就開始哭 哭鬧 那她的爸媽看到就趕快過去說 你怎麼啦 走開 他說 沒有 不要 叫她不要過來 叫姐姐不要過來 他們覺得很奇怪 說哪個的姐姐啊 可是小孩子就開始 一直不停地哭鬧 不停地哭鬧 然後有點安撫他 有時候你知道 去哄 又哄不停 那當時發生這事情呢 他們其實也沒有太在意 說去想太多 一直到有一天 她老婆睡覺 睡到一半的時候 驚醒 然後整個人跳起來 她那時候也被她老婆嚇一跳 她說半天睡到一半 怎麼怎麼 突然爬起來 然後她老婆就跟她說 剛剛在睡覺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隻 有一個感覺 一直在摸她的這個 因為她老婆還懷孕 還沒生嘛 一直在摸妳肚皮 摸妳肚皮 然後突然 摸一摸 然後我醒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 在門口那邊 有一道影子閃過去 但是我不確定 那是什麼 然後這次她老公聽到 想說 怎麼可能 新家 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在隔一天晚上 她老婆睡著之後 她就一直不睡 就在那邊等 看是不是真的有什麼東西 在那裡放 快五月的時候 就發現她老婆又開始 睡不穩 又開始在那邊坐 然後動 然後晃 她想說 老婆看又睡不舒服了 她想說 那坐老公要體貼一點 然後從後面環抱她老婆 拍拍她的肚皮 安心一點 好睡一點 就才在她手一上去的時候 就發現到 她肚皮好像開始有反應 她覺得應該是胎洞 小孩子可能在裡面踢她幹嘛 所以會有那個感覺 可是她不對 越踢越厲害 她覺得那個洞 已經是不正常的一個洞 就是反應有點大 她才在想這事情的時候 她也發現到 在門口那邊 有一雙腳在那邊突然跑開來 一跑開來的同時 她老婆也醒過來 所以她那時候她就想說 如果再跟她老婆講這事情 她老婆一定會非常擔心 那整晚你就不用睡 結果她跟她老婆說 沒事沒事 你應該是又做噩夢了 沒有關係 你就先睡好不好 然後隔天早上 所以她就先把她老婆 送到她姐妹那邊去 送到她姐妹那邊去聊天 然後她就把整個房子 都尋了一遍 然後她在那邊看 到底是有人躲在他們家 還是幹嘛 結果她就看看就發現到說 奇怪 家裡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唯獨就是他們家 因為他們旁邊也蓋了一個車庫 因為才交屋沒有多久 可是她發現到車庫旁邊的 因為它旁邊還有草叢 比較靠近草叢那邊的牆 它上面都有一些那種 很髒的一些痕跡 她就拿了椅子 過去想要看一下 她那個到底是 怎麼會弄那麼髒 結果在她踩上去的時候 去看 她發現到 上面那些髒的痕跡 她並不是說像什麼貓 或什麼東西 野貓爬過去的痕跡 她發現到是那種 她就想說 怎麼可能在這麼高的地方 大人都不一定上得去 小孩子 怎麼會有小孩子的手腳印呢 她才在想的時候 突然她的椅子就有人踢了一下 她就 衝到椅子上摔下來 她很明確聽到小女孩的聲音 就在那邊 哈哈 哈哈 她那時候整個嚇到 她說怎麼可能 她這樣看 怎麼看都沒有看到人 但是很明確聽到聲音 而且在這個同時 突然家裡電話響了 朋友跟她講說 妳老婆剛剛送急診 她嚇死了 她趕快二話不說 馬上就衝到醫院 去找她老婆 說怎麼回事 怎麼會突然跌倒幹嘛的 她說沒有 她不是去她姐妹家聊天嗎 因為她姐妹也是 但是行為沒有多久 家裡邊沒有小孩 可是她在客廳走到廚房的時候 突然就看到一個小女生 站在那個地方 在跟她揮手 她想說奇怪 他們家沒有小孩 怎麼會有一個女生在跟她揮手 她就走過去想要看一下 這小女生想要去問她一下 說這小女生是誰家的小孩 才要走進廚房的時候 那小女生本來在跟她揮手 揮一揮 看她走進廚房 她突然就跑到她前面去 推她一倒 結果她一個嚇到 她就跌倒了 所以因為這樣 我們就送到一人去 其實沒有關係 要不要先把影子扶著 我們再繼續 太足了 我那朋友一想說 完了 這樣不行 這樣下去 那個家可能就沒辦法再住 所以她就趕快去找 請了一個師傅 到他們家裡面去看 師傅看完 整個幫他們家巡迴一遍之後 就跟他說 其實你這個家 因為新家剛蓋好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她有看到一個小女生 在家裡面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然後一直跑 然後又跳到車庫那邊去 從車庫那邊又跳到外面去 那我說怎麼會這樣子 那師傅說沒關係 我們去外面看看 看到底是什麼情況 所以她就跟出去外面看 赫然發現 在他們家車庫外面的 旁邊的草叢裡面 有一個很小很小的一個墓碑 在那個地方 是一個小女生的墓 然後他們就問說師傅 那她為什麼一直要 來去影響我們呢 那師傅跟他說 沒有 因為小女生她很好奇 你們為什麼要搬過來這裡住 所以她看到你們每個人 他們就覺得很好奇 她也很好奇說 這個女生她為什麼肚子這麼大 所以她就很想去摸摸她 去跟她 跟她好像示好那個感覺 她一聽她說 那這樣還得了 再弄下去她是房台要住 所以她就請那個師傅 去幫他們說 再做個法 然後把這個小朋友安撫好 請她不要再來影響到我們 所以後來做了這個法之後 然後從此她老婆就睡得很安穩 小孩子也很順利很平安的生下來 大唐三藏法師 這個你一開始這個講話 就缺乏自信 然後你這個故事內容 其實是恐怖 扣人心弦 而且你的肢體表現很真實 對 也是首次有人利用到 我們的道具語言 對 可是聽到最後 就感覺你在說謊 好奇妙的一個感受就是說 很恐怖 但是什麼都很棒 但是就覺得你在說謊 你在騙人 好怪 我覺得康哥說你 到最後覺得你在說謊 意思就是說 你這故事有一點虎頭蛇尾 就是結尾是弱了一點 故事會變得比較弱 就是因為你們 你可能在鋪陳故事的中間 沒有花很多的心思 去安排他的情節 比如說中間我一直很懷疑 就是說你在講說 他老婆懷孕嘛 有人摸他肚子 他下行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黑影跑過去 或者是第二天 他在摸他肚子 他在抱著他肚子的時候 他才看到有黑影跑過去 他想要印證 他想要查清楚 到底是怎麼回事 照一般常理 我們都會立刻起來看 剛剛跑過去的是什麼 是不是真的有人或什麼 為什麼他都要第二天 第二天去查什麼 人家要跑得也跑 你看晚上他說他會怕 他要白天看 那你要交代 是吧 是 你要告訴我們 為什麼他沒有當下起來去查 為什麼要第二天 那你第二天再去查 就會讓我們覺得說 他是不是已經知道 這房子有問題了 他才覺得那一定是鬼 所以就不用現在起來看 因為現在起來看 一定很恐怖 對 那後面那個情節 小女生 只不過小女生 旁邊有個小女生的 墓在那裡 其實對於這個故事來說 真的不恐怖 而且他要請了法師來處理 所以這故事 會有一點虎頭蛇尾 可是你的肢體語言 跟你的喜感很夠 讓這故事變得還滿有趣的 是 其實我個人呢 非常不同意 一號的評偉老師 我個人認為呢 反正我們是露營 你要不要重講一遍 好 那你回座 我回座 幹什麼 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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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這個了嘛 好不好 魅惑貓女 今天講這個故事了 太棒了 預備 好不好 太棒了 是不是太棒了 是發生在我進大學的 第二個學期 然後那時候讀美術系的 我剛從社團活動 正要回到宿舍 一到宿舍門口呢 我就被一股力量 拉進了我的寢室門口 原來是我的室友 叫做小慧 他跟我另外兩個室友 白白和小婷 同樣是大宗傳播系 然後我就看到桌上 有一個白子 白子上面寫著 密密麻麻的紙 中間有個圓圈 我一看就想說 這是要玩蝶仙嗎 然後我就說 你們為什麼要 就是玩蝶仙啊 他說他們今天 在剪接室的時候 他們在剪接一個影片的時候 就聽到一個女生的笑聲 他們聽到這個笑聲 他們覺得很奇怪 他們在倒回去看的時候 完全沒有聽到這個笑聲 所以他們就想說 直接聽過學長說 玩蝶仙 他可以回答你任何問題 他們很好奇 所以他們想問說 到底是為什麼 於是他在我們桌子的旁邊 點了四個白色的蠟燭 然後拿了箱 往我們窗戶旁邊 拜了一下 然後掛在旁邊 後來我們四個人 就把我們食指放在上面說 蝶仙蝶仙請出壇 蝶仙蝶仙請出壇 這時候蝶子慢慢開始動 轉一轉 小蝶直接問說 請問你是神還是鬼 這個蝶子 就賺到鬼這個字 當下覺得從腳麻到頭 我想說 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我總會心裡有疑慮說 我覺得是他們在嚇我 後來他們就問說 我想請問一下 今天我們在影片上面 聽到的笑聲 是妳的笑聲嗎 還有這樣轉轉轉地說 是 然後他就問說 那為什麼妳會出現在 我們的影片裡面 他就轉轉轉地說 玩 小蝴就說那妳是覺得好玩囉 他說 是 後來小蝴竟然大言不慘地問他說 那妳是怎麼死的 於是這個上面也會寫說 是兇 我想說是兇殺嗎 接著小蝴就問說 那妳是死在哪裡 他就到一個後 我想說後是後面嗎 我們一直搞不清楚 然後小蝴就稀別笑點說 他說 可以 然後小蝴就說 那好 那不然我們約個時間好 我們約 凌晨四點 那妳一定要來找我玩喔 他說好 於是我們就把蝴先 請到這個正中間的園 我們原本想說 那為了證實這件事情 那我們大家就是一起 就是盯到四點 都不要睡覺 但是真的實在太累了 所以我們大家就接著睡著 我起床之後 我就跟小蝴說 妳昨天有發生什麼事情嗎 他說沒有啊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他都沒有來找我玩 但是我看小蝴的 這個指甲 好像灰灰的 好像裡面有什麼 髒髒還是泥土一樣的東西 接著第二天 第三天 小蝴的表情 或是他的神態 都越來越奇怪 越來越沒有精神 到了晚上 他總是會坐到窗邊 這樣梳著自己的頭 然後面對著窗外 但妳這樣的畫面實在太詭異了 因為小蝴是個短頭髮的女生 她怎麼會用這種 這種動作去梳她的頭髮呢 然後我就說 小蝴... 小蝴 她猛然轉頭一看的時候 我看到的臉 並不是小蝴的臉 我就當下好像看到另外一個的臉 附在小蝴的身上 我就說 小蝴妳坐在那邊幹嘛 她說 沒有啊 就發呆啊 我覺得這件事情 越來越奇怪 越來越奇怪 日到第七天 晚上的時候 我就看著小蝴 這樣子走 這樣子走 但是手好像被人拉著的 走出去 我正要照顧她的時候 她已經走出門口了 我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很害怕 我想說 等她回來的時候 我再問她為什麼好了 日到早上我都睡不著 但小蝴都沒有回來 於是我們通知了家長 通知了警方 怎麼找都找不到 我忽然想到說 會不會是因為我們玩蝶仙 所以她把她帶走了 那她所說的住在厚 是住在我們學校的厚山嗎 於是我就把這疑問跟老師說 於是我們就通知了救難大隊 所以到厚山去找 到了凌晨大概五六點的時候 終於找到小蝴了 小蝴那時候是躺在地上 她旁邊有一個挖過的 像一個生洞的地方 她刺著腳 旁邊有傷 她手指整個都是泥土 嘴巴也是泥土 她的旁邊 她躺著一具女屍 後來根據警察的鑑定報告是 這女生的屍體大概是 十八到二十幾歲中間 她身上穿著一個是小縫線裝 到了醫院我們就問小蝴說 那時候到底發生什麼事 妳怎麼會不見了 小蝴就說 後來那個女生 就一直來找小蝴玩 然後每天跟她講話 跟她聊天 她甚至覺得有時候 她自己就是小蝴 她也有點快分不清自己了 最後一天她到山上的時候 是小蝴拉著她說 走啊 妳不是想看我住哪個地方嗎 跟著我去啊 她就到了山上 那個鬼就跟她講說 妳在這邊 我就住在這裡面 妳幫我挖開 於是她就這樣挖挖挖挖 醒來的時候 她就躺在地上了 於是我就帶了她 去找老師幫忙 然後老師就傾談 和這個女鬼溝通 這女鬼出生在 青出寧末的時候 然後這個女生其實本身是一個 很有錢的千金 因為她要到另外一個縣市的時候 在山上遇到了山賊 所以她被殺了 就被埋在這個地方 但她跟我們一樣 從年紀是十八二十歲 所以她們羨慕我們是大學生活 那一天她就被我們鄉所引來 她覺得小蝴很可愛 想跟她當朋友 所以她才會一直纏著小蝴 然後但是她沒有辦法 一直跟小蝴在一起 因為她簡直快把她的魂 都給帶走了 於是我們就辦了一個超度法會 然後這件事情結束之後 小蝴也開始慢慢過著 她正常的生活 對 太美了 太美了 從此過幸福快樂的日子 我跟你講 她講故事很好 一開始 就直接切入重點 對 不囉嗦 讓人很幸福 她講了一句話讓我嚇到了 對 那很久了 這個年代就 這個歷史上不可考 所以 清初明末到你們念大學 還會是女師嗎 清末明初 清末明初 不管清末明初 還是清初明末 到你念大學的時候 它應該是一堆白骨了吧 所以我們還會是一個女師 等一下長那麼正 這個很重要嗎 不重要這樣 可以了... 其實從頭到尾 就是一個玩蝶仙的故事 只是剛好碰到了一個 這個可能是住在後山的 好兄弟 那這個故事從頭到尾 應該說你要形容實質 因為你在講故事 你要帶領大家 進入你那個恐怖的氛圍當中 所以你的用詞 跟你要製造出來的 代影的力量要很重要 可是你代... 我都聽不到你形容 你自己有多害怕 你的形容詞 從頭到尾形容恐怖 所以說好恐怖這三個字之外 就只有一句叫做 我從頭... 我從腳麻到頭 只有這一句 而且你是很淡定的把它講完 這就少了那種恐怖的氛圍 好 其實我說真的 你剛剛讓我聽到一個 鬼故事的一個新的講法 但我覺得你表述的方式就是 很可愛 就很年輕人那種說法 就讓人家覺得很生活的說法 我說真的 你讓我看到鬼故事的另外一種 表現方式就是 我未必要給你驚嘆號 也未必要給你問號 我只要給你畫面就好 你讓我相當有畫面 真的非常好 好 來 請回座 謝謝 好 好 今天一來到這個攝影棚 就看到那個墨赫秋戰士 非常緊張 一直躲在角落裡面 拼命在練習 很認真啊 很緊張 好 來 歡迎墨赫秋戰士 兩年前我在讀書的時候 所以我就跟了一個室友 阿龍跟我親姐姐 三個人在天母租了房子 後來大學畢業之後 我想要離市區近一點 所以我們就在我們市區 開始找房子 找了很久之後 找到一間 地段很好 中校東路四段 然後離岩井街很近的一個地段 二樓 就很方便 一看房租 三萬塊錢 電話打了過去 就直接說 什麼時候可以看房子 那個房東太太幫我們 開了門之後 進去發現房東太太呢 她的後面做了一個老先生 一問之下發現是她的爸爸 她爸爸看到我們三個 其實還很開心 一進來的時候 房東太太只問了我們說 我們現在是做什麼的 然後我跟阿龍就說 我們是電視從業人員 那我姐姐是老師這樣 她說很好 但我們去走了一圈環境 因為都不錯 那個老先生就說 這樣啦 兩萬八啦 照理講要我們去殺 可不可以算便宜一點 沒有 她說一個月兩萬八 她就說她很欣賞我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說當然好啊 兩萬八 那要走之前呢 老先生看了我跟阿龍一眼說 小朋友 膽子要大喔 就這樣 我也覺得很奇怪 什麼膽子要大 房租突然降價 房東還補了一句奇怪的話 這間房子有什麼秘密呢 然後我們就走掉 也沒想太多 因為白天我們都要工作 所以我們就半夜在搬家 東西上卡車 一到我們那個新家的時候 打開門 一陣風這樣吹出來 涼的 有點不舒服 可是想說那可能是半夜有風 東西慢慢進去 都弄好 你也沒有時間收整 因為很累 隔天還要工作 然後到自己在床上一弄就睡了 也很亂 然後隔天要起床 工作一起來 發現你的東西好像被移味 可是那是睡夢中 所以你昨天又很累 你就想不清楚說 我到底是不是有拿過去放 你也沒想太多 早洗一洗就去上班了 直到第三個晚上 卡姓鳴谷的男邪星 來我們家做客 一進來呢 看了我跟阿龍的房間之後 開始打嗝 一直打嗝 打嗝想說問他幹嘛 你是不舒服還是 他說沒有 就當在我家客廳的面 當我面就說 我就說 我就直接罵他三字經 我說 你這人有沒有毛病 我請你到他們家做客 就算是真的不乾淨 你也不能講 因為我已經簽約要住進來了 就算是有也好沒有也好 你已經給我們造成壓力了 我就當上把他罵了一頓 就很不開心 就趕他回家 那天晚上睡覺 我兩隻狗通常睡覺都會跟我一起睡 房門一關 小夜燈開著 睡到一半的時候 你就聽到 有人在敲我房門 然後我一聽說 是有人在敲門嗎 你就看到我的狗爬起來 走在門口 坐下來看著門口 看我又看門口 看我看門口 那有人 我想說是不是阿龍打開門 沒有人 可能是聽到樓上裝潢 樓上有人在採地 或怎麼樣 不管 怪聲音 有一天晚上 我就在打電動 我好像不睡覺 我還可以打電動 就是我一個人在家 跟一條狗 打電動打電動 打電動打電動 你就看到狗睡在旁邊 電動跟電動的幻場畫面 會黑色 電腦一幕 你就反光看到我家狗睡覺 還有一個白色的女生 就看到狗睡在旁邊 看著我家的狗狗 我一回頭 沒有人 但是你就聽到我家 看著我家的狗 開始 他在睡覺 吹高磊跟他的叫 然後叫完之後 我就 胖胖 然後他就 也沒有很大的動作 慢慢的起來 走到門口 坐下 開始叫 樓下沒有人開門 沒有聲音 開始叫 叫個三四聲 趕快回來看我一下 叫個三四聲 好像要告訴我說 有人在我家門口 可是我是不會去開門的 我已經怕死了 我想說怎麼回事 我就胖胖過來 狗抓了 全家的燈都打開 門也打開 回我房間睡覺 正要睡著的時候 突然有人這樣 拍我的背兩下 然後一陣梁風到我耳邊說 歡迎你喔 你的氣音 歡迎你喔 毛到不行 眼睛一閉想說 阿彌陀佛 趕快睡 隔天 我這件事情 一直不敢跟阿龍 還有我姐姐講 我怕他們緊張 所以我就憋著不講 晚上阿龍說 晚上要 週末要不要去喝兩杯 當然好啊 我不要待在我這個可怕的地方 晚上出去跟幾個朋友 出去喝兩杯 小桌幾杯之後 有一個女生朋友 開始說要講鬼故事 我想說 神經病喔 好 你就好 你講 我就在那邊聽 他們講了幾個 就是很普通的 那種好像網路上的 鬼故事之後 聽完之後 我聽到一個我認為 最恐怖的鬼故事 阿龍說我來講一個 他說 他上禮拜 在家裡打電動 看到有一個女生 然後我家的胖胖開始 對門口 望... 然後呢 他回房間睡覺的時候 聽到有一個女生 在他耳邊說 然後我就跟著他一起講 歡迎你啊 然後阿龍看著我嚇了一跳 他說為什麼我知道 我說 因為我發生一模一樣的事情 就在昨天 在場除了我跟阿龍以外 其他人都說你們兩個在唬爛 就是這件事情你們兩個說好了 反正你們兩個搞笑了 這已經騙人的嘛 然後我跟阿龍什麼話也沒講 我就笑笑了 那天晚上喝完酒 也沒喝醉 回去就準備要睡了 晚上又來了 然後狗 坐在門口 然後我聽到又不敢聽 後來這個聲音變成這樣 然後我狗開始叫 然後我就聽到對面的房門 阿龍的房門打開門的聲音 我想說好 有人打開門 我就把我的房門也打開 我就看到阿龍走出來 然後阿龍第一句話就跟我說 有人拍我的門 我說沒有 是拍我的門 他說沒有 拍我的門 那時候一看 三點多四點 兩個人不睡了 出門 麥當勞坐一個晚上 坐到早上再回家繼續睡覺 後來剛好隔天 就這個電視台的節目 風水有關係 要來我們家 剛好來看我們房子 那詹老師會先來我們家看 就看到有人先到的時候 看完然後錄完影之後 他就留著跟我說 我家的二樓有一份窗簾 我從頭到尾沒開過 因為我知道一樓會直接看進來 所以我覺得不舒服 我都沒開過 所以他就這樣指著窗簾說 看一下說 你門外 那個窗戶外面 煞不好 主要是因為你房子裡面 磁場不好 他也不敢講太實 所以他就指著窗簾 他也沒講 所以這個窗簾後面這邊 你必須放一個八卦鏡來擋煞 但是你不能擋太多東西 負面磁場還是會在 我就說老師哪裡 是不是這個地方要放 我一拉開 已經有一面八卦鏡在拿 我那時候想到 你前方通代台 你早就已經知道這件事情了 所以你會去預防了 就你知道你沒跟我們講 難怪你要算我們的房租便宜 後來老師要走的時候 我們一樣禮貌性的在門口 說老師再見 老師一走的時候 往我們門上看了一眼 再見 走 我們就想說看什麼 我就往上一看 我才發現 我那時候已經住了半年多 我家門樓上有一張符 就貼在那裡 就貼在正門樓上 我想說我怎麼都沒發現 看一下 門默默關起來 然後我們就心裡想說 怎麼辦 我打來回去問我媽 我就跟我媽說 媽我就這些事情 然後張老師今天來的事情 怎麼樣 我媽說晚上拜拜 然後心裡面默念說 跟他們說你沒有惡意 你只是來借住一下怎麼樣 晚上一拜 好 心裡默念 講完之後 一直到我住到現在 偶爾這件事情 摳摳摳啊 風啊都還是會發生 但是我心裡會知道 我不去惹你 就沒事情 直到中元節嘛 我跟阿龍約好回去東西買一買 趁天還沒黑趕快幅度 在樓下的時候 東西拜一拜 拜完之後 開始燒那個紙錢 透過火光照過去那黑色車子 反光站在我後面一個女生 在跟她敬禮 彷彿說的是 多吃一點喔 多吃一點喔 多拿一點喔 感覺她好像是女主人 我們在招待她們 我這樣一想 我就通了 這裡 不是只有我們三個住 所以從我發現這件事情到現在 所有人問我說 你跟誰住啊 我都會說 我跟阿龍 我姊姊 三個人住 但是我自己心裡知道 我們家住了四個人 謝謝 以後就是離我大概十公尺這個 不是 沒事 沒事...我氣色的還是很好 看不出來... 好 對你講故事 在這一段時間 你真的大幅進步 對 你這個是平淡中的恐怖 我覺得今天某久 你的鬼故事講得真的很好 謝謝 而且故事的鋪陳 真實感都非常的夠 而且也很容易 因為你講得好像很真實 有很多生活上很合邏輯的事 我們就會被你帶進你的故事裡面 就會覺得真的很恐怖耶 所以我覺得今天你的表現非常好 謝謝 而且鬼故事喔 其實老實講 鬼故事很多時候 它就是一個很小 一個很瞬間 但也許一秒鐘 兩秒鐘發生的事情 那憑良心講就是 你今天講的鬼故事 我們單講故事裡面的鬼來講 其實並沒有什麼 對 但我真的覺得剛剛兩位老師 已經講到一個點 我真的覺得你已經... 你已經講出自己的風格來 就是條理清晰 表述也非常分明 所以即便這個鬼故事 讓人害怕的部分並不大 但是你把它表述得非常精彩 我真的覺得 應該要給你滿分 真的很棒 謝謝 謝謝你們 來 請回座 今晚究竟是誰會脫穎而出 穩坐鬼王寶座呢 馬上來看看 今天同分的有兩位 來 第二名 第二名 第二名總分二十四分 愛的女舞是 哪有啦 我哪有 天妻良母 哪有 好的 今天怪了 今天那個 有兩個同分的 都是二十三點五分 緊張緊張 刺激刺激 今晚到底是哪兩位 要被淘汰呢 今天那個 有兩個同分的 都是二十三點五分 他們同列第三名 所以今天沒有第四名 今天沒有第四名 厲害了 也是有點 這一個就是 大唐三藏法師 還有 魅惑貓女 來 貓女先把它變造拿下來 好 這很難 好的 大唐三藏法師 我們不想知道你是誰 不行 要拿 好 拿下 拿下 國賢啊 你真的要不要再錄一次 好棒 當然啦 今天我們第一名 今天分數高了 二十八分 我們墨荷秋戰士 來 謝謝 太棒了 謝謝 你太棒了 各位 照這樣子下去的話 可能想要知道 墨荷秋戰士的那個 正面目啊 還要一段時間 沒有 網路上都很多人 已經在猜說我是誰 我說你們真的不要再猜了 就是我 不要再猜了 好嗎 他這一陣子可能 不太適合把面積拿出來 因為待會兒會充滿了黑青 好 好了 下週我想那個 雷來賽逆 越來越精彩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今天第二名 沒關係 下次 我叫我朋友叫他妹妹 把他碰到的那個鬼 真的帶來 就會一樣 早知道我就多帶幾疊疊子來 就可以了 今天我可以說是 雖敗一個人 因為 第一名真的看到我